關於Dimition的部分跟各位做個補充 那這個是同學做的作品 可是你可以看到在這一邊 因為它剛好放的位置是比較就是暗的地方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起來整個變得相對光線上比較不足 那怎麼辦 你看我們之前在介紹Dimition的時候 有沒有照這個順序 先有模型、設定材質、指定燈光加上Logo 或者是那個材質的圖檔或背景圖 那就是因為它沒有做第三個動作 那沒有做第三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你看它的右手邊 我們看到在這邊右手邊在這裡 它裡面就只有環境的光 所以它可以到這邊第三個步驟這裡 我加上一些什麼定向光 好,比如說我在這邊 你可以用三點光線 也可以用方形光或陽光都可以 好,你看喔 假設用這個陽光的一點 有沒有感覺這裡亮起來了 而且呢在我們的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環境裡面多了一個陽光 那這個呢 陽光它就有參數可以設定喔 好,比如說我的陽光的強度 有沒有,陽光的顏色是可以調整 再來,我的方向 你看 以這一張照片來講 陽光是從這個方向過來的 所以陰影就不能在這邊 要轉到哪一邊 是不是要轉到這一邊 這樣有沒有比較符合那個椅子的陰影的方向 這樣了解嗎 那你的高度高一點 對不對 陽光高一點 這樣子比較接近 所以這個部分是可以做調整的 你看 你會基本的 如果你願意的話 事實上可以把它做得再更好一點 那這個呢 混濁度就是它的陰影的 混濁度 另外呢 你的那個整個環境裡面 它那個陰影的不透明度 你可以把它 我看一下 這裡有 一些可以做一些不透明的調整 這些都OK 就是你可以再做參考 那顏色 你也可以做調整 如果你不希望陰影那麼強 你也可以把這個燈光 稍微調低一點 這樣輸出出來的效果 其實就會相對來講會比較好 這樣OK 這個是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你可以 感受一下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好 OK